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湾YouTuber蔡阿嘎和老婆李北结婚后 又有两个宝贝儿子 蔡桃桂以及蔡波能 两人不时会在社群平台 分享一家四口生活日常 近日李北发文透露 蔡桃桂接到学校老师给的母亲节任务 放学回来时就一直吵着要帮妈妈晒衣服 原来学校布置的任务 是要孩子们帮忙晒衣服 李北表示她没有衣服需要晒 尝试睡一服蔡桃桂帮忙洗碗 没想到她坚决不要 还说这个礼拜只能晒衣服 让李北很无奈只能再去洗衣服 而更好笑的是 由于平时家中的衣服都是爸爸负责晒 因此李北委屈的向老师喊话 表示自己没有享受到儿子的服务 母亲节根本没爽到 天文一桌让网友笑翻直呼 蔡桃桂真的是又可爱又可恶 这次爽到爸爸了啦 不要忘了 别忘了 没有 我 妈 我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